再过来第二个话题 我们要讲的这个做生意的人的这个PPP loan 这个PPP loan现在的这个期限从8周延长到24周 所以24周以内您都可以使用您的这个补助款 不管是要付员工的薪水 或者是不管要付你其他的一些生意上面的一些开销都可以 那薪水的部分必须要占60% 这个下降到之前是70%现在变成60% 那如果你之后跟SBA申请forgiveness 意思就是说不需要再付这款项的话 那么可以等到SBA它跟你认证不需要付以后 你才不需要付钱 总而言之就是那个时间更宽限了 对于我们做生意的人来讲更宽限了 所以希望这样有帮助 我等一下会把那些更确切的指导方针 放在这个下面的连结里面 欢迎大家多多观看 好有问题的话随时跟我联系 谢谢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